現在要教的叫做舒適度指數 就是你感覺如何啦 感覺狀況如何 叫做舒適度指數 中央向於根據溫度跟濕度 有個舒適度指數 然後呢 如果溫度很高 濕度很大 你會覺得不舒服 濕度大汗水不易蒸發 你會覺得黏黏的 你會覺得很悶熱 悶熱悶熱 大概呢 相對濕度大概40到60 氣溫大概20多度 你會覺得比較happy一點 太高溫你就不happy 但太低溫你還是不happy 然後濕度太高你也會不舒服 會悶熱 所以這要做 它有個感覺 然後用溫度跟濕度來做 OK然後呢 就有一個神奇偉大的公式 起來這裡 想意上呢 也有就當作沒看到就好 我也背不起來 而且裡面用的 裡面用的那個 裡面也沒有學過什麼叫露點溫度 那這個溫度的用的 也不是你們平常用的那個 那個設置 所以不要把他對 不把他就看完就算了 反正就是經由這個神奇的公式 往裡面帶進去 就會得到一個數字 用這個數字來表達你的舒適度的狀況 等一下會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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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一件事情你要注意就是這個 你的感覺 除了溫度跟濕度之外 還會跟有沒有風有關係 如果現在天氣冷 風吹過來 你會覺得怎樣 更冷 對不對 這叫做體感溫度 最近啊 我們號稱這兩天啊 我再講一次 就是明天後天 中華民國1505年 1月23、24號稱 有一個強大的寒流要來 最近我們的新聞就有人告訴你說 體感溫度幾度 什麼零下兩度啊 一度零度那個 這個之前報紙上曾經腐爛過 打開新聞看 紐約氣溫零下四十度 哇咧 紐約零下四都變南極啊 看一看 體感溫度零下四十度 還是只有零下十幾度而已 你的感覺 風吹過來 感覺會更冷 叫體感溫度 那個會跟風有關係 可是我們的氣象局在算 舒適度指數的時候有沒有算到風 沒有 這算是什麼 溫度跟濕度 所以這件事你要知道 你的感覺其實跟風有關係 但是氣象局在爆 舒適度指數的時候只爆了誰 只爆了誰 只爆了溫度跟濕度 沒有管風 沒有管風 那你就去看看最近的報紙上給你寫的 我們明後兩天寒流來襲的時候 體感溫度會幾度 你會覺得這是零下兩度了 有沒有 體感溫度 體感溫度 可能正常是六度 可是你覺得它是零下 那叫體感溫度 OK 了解一下這個這件事情要知道 這一件事要知道它會跟風有關係 但是我們算的時候沒有算 我們沒有算 我們沒有算 好了透過剛才那個神奇偉大的公式 然後把它帶進去得到一個數字 然後就把它分做這六個等級 你也就看完就 就是台灣的分白 像香港的分白跟我們分白又不一樣 就是台灣的分 你就看完了 我個人有看過什麼稍有寒意之類的 到目前為止我沒有看過異眾鼠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沒有注意來講 我沒有看過異眾鼠 真的沒有 不曉得過兩天會不會變成十 叫做非常 十以下叫做非常寒冷 號稱會非常寒冷 號稱會非常寒冷 所以就是你也不用背 就是知道 你就只要知道說 我們的傾向群用一個神奇的公式 得到一個數字 然後告訴你 你會感覺會怎麼樣 那你要注意 這個數字的計算只算了什麼 只算了溫度跟濕度 把一個事情踢掉 不管它什麼東西不管它 封就這樣就可以了 這就是你所需要了解的事情 OK嗎? OK